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方问时间》 那么川普被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定 不能参加这个州的共和党的初选 让美国的司法再次突破禁区 进入到前无古人的境地 不仅如此 加州 缅银州 新汉普什尔州和密集安州 起码四个民主党州现在都在建样悬样 要把川普从明年的大选的选票上给删掉 这是个什么情况 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干 这样干下去的后果是什么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美国的宪法常识和美国的历史 所以尽管我昨天晚上在方菲主持的维路夜话中有讲过了 但是还是想比较系统的再讲一下 让我们大家从中可以记取到应该记取到的知识 我们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是在9月份六个科罗拉多州的选举人叫Elector 五个是共和党 一个是前共和党 后来变成民主党 他们就提告 你说共和党为什么要告这个共和党的初选 那你就猜嘛 那就是RINO这种性质 告什么呢 因为J6事件 国会山事件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三节的规定 川普呢 就不能在我们科罗拉多州参加这个叫做共和党的初选 也不能竞选任何的政府官员 包括总统了 那么这里头就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第十四宪法修正案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想往回退一退讲一讲 这第十四宪法修正案出台的背景是1865年 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后 那么进入一个叫做重建美国的阶段 这个英文叫做reconstruction error 重建美国 重建美国主要是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废奴 第二呢是让前南方邦联州重新融入美国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就是通过了三项宪法修正案 那么宪法修正是很不容易的事 一下就通过了三项 好那么这个哪三项呢 第一个是第十三项 这是废奴 第十四项是给公民 给黑人公民权 第十五呢是给黑人选举权 我这样讲是高度的概括 待会我们再掰开仔细讲一讲 好那么这个叫做重建时代呢 从1865年战争结束那一年 延续了12年到1877年结束 那么结果呢就是交战的双方 交战的双方重新回来做兄弟 那美国又重新成为一个联邦 是吧 back to be the union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叫做融合的一个 融合重新凝聚的时间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第十四宪法修正案 它里头有五节 等于是十四修正案五节 那么第一节呢 我用白话说 就是黑人孩子也是美国人 OK也是美国公民 南部各州不能够随便 剥夺黑人的权利 那么这个出台是什么意思 因为即使战争结束之后 南方的各个州吧 就是他还是怎么讲呢 就是反对废除黑奴的人 还是多数嘛 不然怎么会跟北方打仗呢 你打完之后 北方的军队撤出去了 北方的军队又不会拿着刺刀 逼大家投谁的票 所以呢 他一旦恢复投票的话呢 那是不是又会固态赴盟 卷土重来呢 因此呢 就要需要通过一个宪法 修正案去这个阻挡 这样一个战争 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 那么第十三呢 把奴隶制废除掉 那么第十四呢 就是给黑人公民权 这里头因为担心小孩子 黑人小孩子生下来呢 他就被南方各州说 他不是公民 所以呢 这条修正案的第一节 就是说黑人孩子也是美国人 也是美国公民 南方各州呢 不能够随便剥夺黑人的权利 就算你人数多也不可以啊 因为我这里已经规定好了 这是第一节哈 第二节呢 就是黑人的人头啊 不再算按以前的那个 五分之三个人头算了 这是美国宪法奠定的时候啊 1787年所通过的 因为双方 叙奴州和反对叙奴州 争执不定啊 那么黑人到底算几个人 如果算一个人的话呢 那就会出现这个 各州的 这个叫做国会的代表权 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移动啊 因此呢 双方最后来了个折中 就是一个黑人人头 算五分之三个人 那么这个呢 在刚才说的第二节 就里头废掉了哈 黑人就算一个完整的人 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呢 是南方的叛将 不能够担任公职 什么叫公职 就是参众议员 还有选举人 就是选举那个总统的那个 electro 就是就像刚才这次提告的 那个原告 还有联邦和州政府的 这个官员 这第三节哈 就是这就是关键的哈 第四节呢 是北方 为了打赢战争所欠的债 那么政府都要还 南方呢 这个抵抗 这个 这个联邦军队哈 而欠的债呢 政府不用还 这很正常嘛 失败了 失败了这一方 难道要这个赢那一方 给你钱吗 这第四节 第五节呢 就是具体的执行呢 由国会 立法来阐明 这里头就包括 谁到底谁是叛将 谁是叛乱分子啊 叛乱分子 怎么能够 这个不能选公职 这个具体的规定呢 第五节就说国会具体立法来阐明 好 大家听我听我听我说完之后啊 这第十四项宪法修正案 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解决的是非常具体的问题 或者说非常特别的问题 那么 照道理 它应该是有时间限制的 比如说吧 第二条 对不对 第二条讲的是叫做 黑人不能按0.6个人头算 算一个完整的人 你一旦改了就改了 对不对 你不用年年去强调这件事情 那么第四个呢 是北方的战争债 政府要还 南方欠的战争 债政府不用还 对吧 还完不就没事了吗 这个债总不能总欠下去吧 所以你就说明 从第二跟第四 非常清晰的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一次性的事 一次 一遍过 那么从第一条呢 这个黑人的孩子 也是这个美国人 美国公民 南方各州 不能剥夺黑人的权利 这也是一遍过 你一旦奠定之后 不用每年回来强调啊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 就是嫌疑之地 就是变成第 刚才说的第三款了 南方的叛将 不能担任公职 这说白了 叛将判完之后 叛乱结束之后 也就没了 照道理也应该是 要有过期作废的 这么一个条款 但是没有 但是没有 OK 所以呢 就把它永久持续下去 第十四宪法修正 一直用到今天 不仅是永久下去 而且把这里头的 那个叫做对象 通用化 把它泛化了 什么意思 在我说的第一条 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孩子 也是美国人 这句话呢 他把黑人去掉 说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就是美国人 这就是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的 第一节来的 到这里结果就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 就是抛锚婴儿 对不对 就外国人 怀孕妇女 想方设法到美国来旅游 或者越过边境 在美国生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美国人 这合不合理 当然不合理 对不对 就是不合情理 但是因为法律这么定的 而这个定的法律 就是第十四宪法修正案的 第一节 当初是保护黑人孩子而已 根本就不是为了说 你外国的孕妇 挤进来生孩子 这件事情 这就是这个修正案 带来的第一个漏洞 给美国的这个叫做 国家带来的第一个漏洞 Anchor Baby的问题 第二个漏洞是 南方各州 不能随意剥夺黑人的权利 他把南方去掉 他把黑人去掉 就变成美国各州 不能剥夺人的权利 这话听起来很好听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条款 这么通用化的条款 给美国带来的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呢 这里头就是说 本来宪法规定 只有二十项权利给联邦 那么剩下的权利 都是各州的 用通俗的话讲 叫做联邦的权利是有限的 各州的权利是无限的 无限大 那么但是当各州 不能随意剥夺任何人的权利的时候 那州带上了个什么紧箍咒呢 什么叫权利啊 这里头什么叫权利 谁来决定什么是权利 就是有这个问题 那么早在一九七零年呢 在德州就有一个堕胎案 对不对 罗素伟德案嘛 这个Rovie这个人呢 他就说这个我堕胎了 我有我堕胎权利 那么州政府说没有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就说 那婆有理啊 对不对 堕胎就是人的权利 最高法院他来定说 堕胎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因为有第十四宪法修正案 各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权利 而堕胎最高法院 他讲了 他是人的权利 所以各州都不可以禁止堕胎了 因此堕胎一把退到全国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历史上有名的 叫罗素伟德案嘛 那么这个罗素伟德案去年被最高法院翻盘翻转过来 对不对 那么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争议就是来自于第十四宪法修正案 刚才说的这句话 各州不能剥夺任何人的权利 那么 依次类推 同性婚姻 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说同性婚姻是人的权利 各州都不能禁止同性婚姻了 大麻合法化打到最高法院 那么最高法院一个裁决 所有全国都不能禁大麻了 还包括公立学校不得祈祷 全都因为这个缘故 第十四宪法修正案 这句泛泛的话 推到全国 结果是什么 大家想想看 把人民在各州的权利都剥夺了 也就是说呢 今天的美国的民生问题都可以这样子了 那么最高法院成为美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方式的最终决策者 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政府的这个宪法的漏洞 美国宪法定立的原则就是 We the people 人民怎么生活 人民自己说了算 现在变成人民怎么生活 最高法院 他们那九个人说了算 那这还是人民做主 还是We the people 这么一个国家吗 好 那么这个所有这些 这些个民生问题 都跑到最高法院去做中裁 并且推到全国 就是因为第十四宪法修正案的第一节里头的 这么一个条款 那为什么搞出来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匆匆忙忙搞出来的 OK 那么怎么个匆匆忙忙搞出来呢 我待会说 在这里 抱歉 我们中断一下 给大家一个 讲一下这个节目的赞助厂商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么因为根据澳洲政府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 在这个去年一年间 澳洲政府收到了九万四千起的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案子的报告 这意味着每六分钟在澳洲 就是一起网络犯罪 包括什么呢 身份欺诈 网上的银行欺诈 网上的购物欺诈 还有商业的电子邮件欺诈 那其实不仅在澳洲 在全球范围内 网络犯罪正成为互联网最大的一个难题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节目的赞助厂商叫做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能够帮到大家 它是采用军用级的加密技术 可以始终加密你的个人资料 阻止互联网服务商的监听 也拦截第三方的追踪的软件 它还能阻止超过一百多万个叫做已经知道的 叫恶意软件 来保护你不受钓鱼网站 恶意软件的这种形式的这种威胁 只要订阅一个账号 就可以保护无线台的设备 不用一台设备买一个 如果不满意的话 还可以30天之内无理由退款 大家可以点击描述栏内的这个链接 输入我的优惠码叫方伟 方伟就好了 就可以享受独家圣诞优惠 和额外最高五个月的免费服务 好 希望帮到大家 好 回到我们这个案子的过程 这个案子的问题 那么就是因为最高法院 就是匆匆忙忙 等于是好心办坏事 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 美国的宪法真的是不能随便改的 当初这个宪法是140天 那么55个建国先父 140天才把它推敲出来 总结了2000年的西方文明的智慧 再加上神的启迪 才得到这样的一个宪法 这个宪法一旦奠定之后 这200多年来我们看到了 很容易改坏 很难把它改好 这真的是一个 一般人都不太能认识到的问题 那么第14宪法修正案 它如果来个20年作废 就够了 结果没有作废 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初的条款 所以给现在的美国 埋下了一个重大的司法漏洞 那么回到这个案子的过程 怎么给今天 让川普选不成总统 在这个科罗拉多州 十四宪法 石油正案是怎么起作用的 好 那我们先说 这个原告 刚才说了 那六个人 九月份在丹佛的地方 叫州 州地方法院去提告 就告了 那当然了 这个被告方 包括川普这边的说 你地方法院裁决什么 把它应该转到 这个联邦法院去 但是因为一些技术细节吧 技术缘故 联邦法院要打回来 又回到地方法院判定 地方法院裁决下来之后呢 就认定说 第一 他才定了两条 第一条 川普参与了 这个叫做 这个J6的 国会山的叛乱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不能把川普的名字 从选票上拿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宪法修正案第十四 像第三节 我们州没有裁量权 川普有没有参与叛乱 这个就是说 川普参与叛乱 因此就不能选公职 这个我们州没有裁量权 这话说的是对的 还有一个呢 他就说 第三节 他不针对总统 刚才说了 南方的叛将 不能参选参议员 众议员 选举人和各级政府的官员 这里头就存在一个各级政府的官员 包括包括总统 那么在当初定例的时候 非常清晰 他就不包括总统 宪法中所有的名词都是说 这些官员 所有但凡谈的 Officer of the United States 都指的是总统以下的 谈到总统 从来都是说总统 这在宪法上下文中吧 从来都是这样的 已经非常清楚 任何一个 几乎可以说任何一个法律界的专家 都知道 宪法里但凡提到 各级政府的官员 是不包括总统 是总统以下的官员的 那么呢 在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逻辑就是叛将 不能干什么呢 他不能参选 参中两院 对不对 和各级官员 因为呢 他南方人数还是多呀 你要让他们参选的话 他可能仗打输了 他可以通过选举 在卷土重来 对不对 那这个仗南北战争 他不就白打了吗 是不是 所以就规定 他不能够参选 但是为什么 不禁止他们参选总统 因为总统的参选资格 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总统参选资格 有哪三个 三个巨高的门槛 第一 你要35岁 第二 你要出生在美国 第三 你要在美国住14年以上 所以大家听我 就是开玩笑 他一点都不高 他是美国最低最低的门槛 你35岁 在美国出生 住了14年 就可以参选总统了 那么大家知道 马斯克是不行了 因为他出生在南非 但是除此之外 几乎符合 就这不是几乎 符合上面三个条件 人人都可以当 大家听清楚 罪犯都可以 川普如果因为 若干个诉讼案 最后关键入狱 他都还是可以参选总统 选上之后 给自己签个特赦令 自己可以出来 为什么选总统的门槛 这么低呢 这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 这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 能选美国总统 是最基本的权利 但是呢 是不是坏蛋犯罪都可以 罪犯都可以当成总统呢 不是啊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当啊 所以竞争一定最多 所以坏人他是选不上的 他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好 那么 那么当初啊 这个这个 南方各州叛乱之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知道当初啊 当初林肯在南方各州的选票 都上不去的 也就是说在 当初南方各州 推出来的总统 他也选不过林肯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南方各州叛乱了 我招你回来 你找出个原来的叛将 你就可以当成总统 你当不成 你要当得成的话 也不用南北战争了 是吧 所以他不担心那个事情 他反而担心说 南方各个州 把他自己的参议员 众议员选成了叛将 但是呢 那时候国会是不操心 你的叛将 能够说服全国 变成这个国家的领袖的 是这个逻辑 所以呢 不把总统放进去 确认的就是 总统的资格 仍然是非常非常低 这是人民的权利 好 那么呢 事实上 第十四宪法修正案 最后一条 刚才说第五节 他还规定说 国会最后有权 通过适当立法 来执行这个修正案的意思 换言之是什么意思啊 换言之就是 没有你各州什么事 具体想怎么做 国会来定 所以呢 这个第十四宪法修正案 在定立的时候 从来没有打算 把怎么解释这个法律 怎么执行这个法律 交给各州 包括各州的 所谓的最高法院 没你什么事啊 你现在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 拿到自己手里来 自己来判定呢 好 那么这个尽管如此 当然了 你说总统 总统在这标准非常低 非常宽 但是有没有人不能选呢 也有 规定谁不能选总统 只有一条就是弹劾 这是国会的弹劾 一旦被弹劾成功 被定罪成功的话 那就可能会取消你的参选资格 但即使是如此 是需要参院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才能弹劾成功不是吗 还加上其他的叫做程序性保障 也就是说剥夺一个人的 我们叫中国话 大陆的话叫剥夺政治权利 剥夺一个人的总统的 选总统的权利 门卡是非常高的 要这个国家的参议院通过才行 所以怎么可以 你科罗拉多州 所有的排排开 自己给自己盖个公章 就自己定立 谁不能在我这选总统呢 所以那结果呢 我们看看 最高法院 它的判定的根据是什么 它判定的根据是说 第一条 我们的州法院 州法律已经规定了 我们可以管选举 所以只要不违反 任何宪法的其他的条款 那么我们这项权利 就是全权的 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首先它这一条 根据是胡扯 为什么 因为它说 只要不违反 别的宪法约束 当然违反了 我随便说这两条 第一条是 这个川普的 叫做第一宪法修正案的 言论自由 他在揭露的时候 他想说啥就说啥 那都是他的言论自由 这是病 你不让他说话 你说他是叛乱 因为说话而叛乱 这就是违反他的 第一宪法修正案 第二 就是宪法选总统 就是35岁 住14年 在美国出生就行了 你说他不能选 你是不是违反 宪法第二款 第二章 对不对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最高 科罗拉多州的 最高法院是说 这个叛将是谁 他说我们可以自己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其他三个都可以自己定 包括说 什么前世 叫做什么 北方的钱 什么债是北方的债 什么是南方的债 那么等等之类 都可以自己定 那这款我也可以自己定 那不是瞎扯吗 就是你觉得 其他三款 因为可以自己定 这款就可以自己定 没有这个说法 这是你自己 就是硬要这么理解 你如果搞不清的话 第五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五节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由国会来定 不是你自己定 大家就把这个权利 来到自己受虑 好 最关键的一点 刚才说了 第十四 这个宪法修正案的第三节 是不针对总统的 是针对总统以外的官员 那么 结果呢 这个最高法院就是说 我们就认为 按字典来看 那么既然是官员 总统也是官 所以就是用总统 这就这么来 所以这完全是扯淡的 就因为美国的法律 大家知道美国是按立法 它不是一个法律 这个经典 十几寸厚 它是按道理来判的 前面的判就是后面的这个例子 前面的后面的根据 所以它的法律非常简单 宪法只有四千三百七十九个字 OK 它判的是essential 判的是common sense 结果现在呢 它说我认为 不管当初定例的时候 说约束的是这个总统以下的官 可是我认为 既然总统也是官 字典说总统也是官 那也约束总统 它就能否定当初 这个叫做通过这个叫做 修正案的一切的缘由 和它的本质的意思 它就根据一本字典 它就说总统既然也是官 也是officer 那就也管总统 所以就是非常的蛮横 它认为是啥就是啥 这里头呢 这样判下来之后呢 等于是三连跳 大家听我说 第一呢是 第一 J6是判乱 它张嘴就说是判乱 它自己定 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程序决定 它就定 第二 川普参与了判乱 也没有任何这个案子 或者联邦法决定 它也 它也决定参与判乱 第三 因为川普参与判乱 所以它就是叛将 我就可以剥夺它 我自己去理解 按字典理解 就可以剥夺它 它在那替天行道 大家想想看 我们倒推一推 在1865年 叛乱刚刚平息的时候 能够会让各州 自己来理解这个条款吗 大家想想看 如果它说的是对的 科罗拉多州说的是对的话 当年1865年的时候 南方叛乱的各州 刚刚被平息的各州 他们是不是可以 用自己的法院来裁定 不让这个北方来的总统 像当初叫做Andrew Johnson 不让他来选 不让他来选 我们南方选我自己 把你从选票上把你踢走 他能不能这么做呢 他肯定是不能让他这么做的嘛 所以第五项也清楚 是写到是国会来定的 现在科罗拉多州 自己懒到怀里来 自己给自己定规矩 因此呢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三级跳 他的判断完全是在空中楼阁 下面什么都没有 那么连续推倒好几步 得出他的结论来 用句不客气的话 或者是说是准确的话 这叫恬不知耻 也可以说是强词夺理 所以呢 那个哈佛前教授 德肖维茨 他就说 这是我从事法律教学和职业 从从事法律行业 60年以来 我读到的最不民主 和最违反宪法的裁决 好吧 如果说最高法 这件事情出现之后呢 他会延续到 他说他这个东西呢 会到1月4号 1月4号呢 就是这个州务卿 科州州务卿 那个登记选举的最后一天 如果在那之前 最高法院把这个案子接了 有人上诉把他接了的话 那他就无效 如果不接他就有效 假如最高法院不接 让他有效 会有什么后果 几个后果跟他说 三个后果 第一个呢 好家伙 这就是州法院可以夺权了 从此每一个州都可以自行歧视了 每个人都决定 哪个候选人能不能上我本州的选举 民主党首先会一用而上 事实上缅银州 加州 新罕布什尔州和密质安州 已经一用而上 干这个事情 接着呢 共和党也会 第二点 也会针锋相对 那么德州已经说了 德州的这个副州长 叫做Patrick 他就说了 我们要把拜登从这个选票上除名 为什么 因为他当总统以来 让八百万人越境 把我们州搞成这个样子 远远超过近代历史上 任何人干的坏事 那德州 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德桑蒂斯也说同样的话 他说我们也把拜登除名 这还得了 把天下大乱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后果就是 美国的民意调查专家 叫做Frank Luce 他就 他就说 他说这个 克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做出的裁决呢 将导致川普的民调 继续大幅领先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 那最近的一项民调 是川普在七个关键州 摇摆州获胜 那川普的儿子 他也发退 他就说 每次川普被告 那么川普 他的民调就会上 跳升五个百分点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问的是 最高法院会怎么做 最高法院如果接这个案子 他有两个 三个做法 第一就是不接 那就有效了 接着就天下大乱 第二个呢 他就在1月5号之前会接 接下来之后呢 他很快把他打回去 所以瞎扯 各州你们都别闹了 克罗拉多州的案子 我们一刀砍掉 你们都别闹了 第二个可能性 第三就是 接了之后就是不判 他很可能不判呢 因为今年接的案子是明年判的 明年是啥意思啊 大家知道1月4号接的案子 明年是2025年 早就选举都做完了 所以就等于是也把它废掉一样 把这个科州的案子 废掉是一样的 一样的情况 所以呢 我这个最高法院会做什么 我觉得他在后面两个会选一个 到底是什么 到时候再看 好 但是我在 我们我在自问自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 科罗拉多州这么一个 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现象 两个原因 一个是呢 2024年的大选太吓人了 双方全都是输不起 共和党输了 在他们看来 传统的美国就没有了 再来四年 传统的美国就没有了 民主党输了 那就是说他会认为 他打造的一切都会归零 川普上台之后 绝对是铁腕把一切归零 他的铁血手腕 雷雷风行 会把民主党精心建构的一切都毁掉 所以双方全都输不起 而川普现在呢 他的民调迅速上升 拜登的民调迅速下降 所以呢 如果民主党能够在选举战 这个干掉川普的话 那他肯定就不会出此下策 那么因为他干不掉 才会搞出五个诉讼案 才会搞出这个科罗拉多州 和其他四个民主党州的这些 非常奇葩的 不让川普上选票这种事情 所以呢 那即使他这么去做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是七个大法官 全都是民主党人 也有三个不同意 包括首席的这个大法官 但他们都不同意 所以这实在是太controversial了 好吧 那不管怎么说吧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这个举动 可以说是 彻彻底底的破坏美国选举 也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那美国人民真的会为此付出代价 每一次你破坏国家的体制 都会带来后果 对方一定 作用力 就会带来反作用力 国家将不可避免的 变得更加的分裂 更加的不信任 换言之吧 2024年的美国大选 真的是谁也输不起的一个激烈 无比的一个选举年吧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 但是在历史上呢 这并不是首例 林肯在1860年赢得总统的时候 当时大家要知道 十个南方州都不让他参选了 他上不了十个南方州的选票 但是他最后赢了18个自由州 因此林肯以40%的选举人票 赢下了总统 基本上就是上不了全国各州的选票 他也可以赢 那么历史要重演吗 大家要知道林肯选上之后 就是南北战争 就是美国的内战 历史要重演吗 好 这是我给大家留的问题 留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的问题 好 那我是方伟 感谢您的收看 最后再提醒一下 在12月24号到26号 方伟会带领一车的我们的观众 会参加华盛顿之旅 华盛顿渡口的 美国的当年的历史的重演 非常值得参加一次行程 我们会到一些当年 总统华盛顿在 对不起 华盛顿在纽约上任的时候 所在的那个地方 和他解散他的军队 跟他的军官做告别的地方 很有意义的三天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 你在美东的话 我建议你考虑参加 到时候我们可以见面 可以谈谈 畅谈很多事情 那第二呢 在这12月24号到26号 那么在纽约 然后去到华盛顿 去到新泽西 然后去到宾夕法尼亚 然后呢 在12月28号呢 方伟和这边 大概有十几个大V吧 会去波士顿观看神韵的演出 在神韵演出前跟后呢 我们都会在这个剧院前面 如果你到时要去的话呢 我们能够见面 是个大概率事件 所以呢 这个唐继远啊 这个张天亮啊 李大宇啊 李沐阳啊 还有威宇啊 等等之类的 江光雨等 都会在那边出现 爱芳飞 所以呢 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神韵是一个 一定要去看的演出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你要愿意相信我的话 一定要去看 最少要看一次 那么在美东北的话 可以到波士顿去看 那美西呢 在圣河西会上演 在休斯顿会上演 在佛罗里达的 这个 这个 也会上演 还有在 日本是在明古 东京和这个京都 在欧洲呢 是在英国伯明汉 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好的 那给您带来一个 新的希望吧 新的希望 新的享受 那么 对 就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演出 希望到在波士顿可以看到大家 好 那喜欢放个节目的话呢 在走之前 拜托 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干净世界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